2023年6月8号 东哥不说做节目吗 做节目都歌厅了 那里头地下一层是歌厅是吧 负一是吧 多少场了这是 不知道 当然我问问吧 我再往里走了 但是呢 由于安全啊 版权各方面问题呢 东哥也不能说这歌厅是哪 在哪什么名字 我都不能说啊 跟你跟人家打声招呼 完了剩下的能跟人家聊啊 走 这就是什么呀 要看看就是北京那个烟火气息 上次东哥呢在鬼街 你知道吧 这次呢就是来歌厅 哎看看 当然了你们放心啊 东哥是合理合法 就是那种安全的啊 都是那种工作人员啊 这个歌厅放心 那咱说话一定要注意的 绝对不能有漏洞的啊 好的 现在低下是吧 低下一条呢 都给大家找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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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进来了 进来了之后 他们喝高了吗 都没了吧 还没喝呢 他们 喝了吗 像像我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重复喝酒 重复喝酒 那个月姐不带着吗 对 那咱咱 没事没事啊姑娘 没事 照 来来来 什么亲爱的小姐 现在这个这个别说歌听名字啊 这唱得怎么样还行吗 顺着出不着啊 那还挺好的哎 现在比疫情之前怎么样了哎呀 那好太多了 好太多了 那放开了以后你都是每天排队啊 每天排队啊 嗯 我都忘了咱里心坏的地方多少钱啊 啊 这能说吗 不不 能说 不 你自己看怎么,不照你脸 不但这不能说 那你给我手持我看一眼 我今天结账我知道 哎呦我我涨这么多了 我去原来就 原来也就也就也就这个 你不知道人现在要发发展业场经济了 是啊发展了 完了 但这涨的也太多了 你们也太黑了吧 你们我也没 其实没有就涨了100块钱 吹呢 真的 就涨1 那会儿的最早就是这个这个 后来是这个 那那那那个时候都已经是 哎呀多少年前了 都五六年前 三三年前三年前 疫情前 疫情前是那啥 一这个 哦对对对对 那还行 我好久没来了 我好久没来了 那现在是不是 那现在 讨厌 经济比那个 比原来是就是 经济收入比原来好了 还是是 反正分嘛 有的时候好 有的时候 这是工作人员的领班 哎这么说对吧 采访工作人员领班 差不多吗 比原来收入 反正还行 反正也有的时候行 有的时候 那肯定是比那个 这个疫情之前要好 疫情之前要好很多 不是不是 就是比那个 疫情的时候要好 对 疫情这么早关了 你这哪有啊 我操 那个偶尔可以造作一下 对 这我也很久没来 我都给忘了啊 与我不关 哎姑娘看 都不照脸啊 当检查 我就不照脸 你怎么样啊姑娘 你现在新来的吗 在这儿 啊 我来了十天了 对 来了十天了 啊 你们姐姐 我真的新来的 你新来的 你这鼻子做的太夸张了吧 哈哈哈哈 还会啥 真的 还好吗 哥哥 你这皮子 我觉得就太夸张了 你别告诉你在重庆当地做的 你是不是在重庆的医院做的 我跟你说 这医院名字我都知道在哪 离观音桥不远 没错吧 那医院 这医院可多了 我猜就对不对吧 那这医院 我去过这个医院 哦 你没在这儿做是吧 对 我都知道那一鼻子多少钱 你信不信 一个鼻子是六万 哎呀 如果 我就问我说对不对 回扣是五万 不是 你要露脸 给他做广告的话是五万 如果你不露脸 不做广告 就六万到六万五 没错吧 对 对吧 你后来为什么 没在这儿做呀 真是这样 你真的六万 对吧 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我说的是实话吧 那对的话 东哥还行 还行 那你跟我说 你出来了 姑娘现在这怎么样 收入还行吗 放心啊 我永远都是 永远都不可不得了 还行 你这就一直在这儿了 还是说肯定来回 来回要串 没有 我暂时就在这儿了 就在这儿了 我就在这儿了 行嘞 行 有什么问题 我再来聊聊 一般这样 这啥他愿意在这 因为在这块吧 咱们是商务场 因为没有那个出去的吧 他就可以下来房再进一个 下来房再进一个 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 什么叫腰肉茶 就是咱们 先逼我 我这是健康 健康 喝茶 对对对 我们这儿文明健康 我们这儿文明健康 行 来唱歌吧 绝对不能做 没说没说 行了 我们开始唱歌了 我们开始唱歌了 我得看看 我们这个塞尔维亚 不是叫什么 拉托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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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托维亚的姑娘 说支持是 俄罗斯 是Russia 你支持Russia 你支持Russia 我支持乌克兰 你为什么支持Russia 你支持Russia 你支持为什么 White Russia White 因为 我还有传统 在乌克兰 也支持 只能靠歌 把我翻译了 不找您 放心吧 有口音 听不明白 是吧 但是我觉得 俄罗斯是侵略的乌克兰 所以我觉得 俄罗斯不对 他侵略的乌克兰 Mamanda But I have I have relatives in Ukraine in the south of Ukraine who also support in Russia 对 朝鲜 对 哦 他现在说的是英文 我知道 Ukrainian people 他说原来是一个国家 对吧 对 No This is my family 家里 in Ukraine Ukraine And they're supporting Russia Russia 就在我们看来 因为苏联已经解体了 俄罗斯是俄罗斯 Russia是Russia 完了 乌克兰是乌克兰 他们已经分开了 连俄国已经分开了 不是一起了 不是一起了 对 但是我们跟这个姑娘聊 聊不明白 你知道吗 聊不明白 哈哈哈 这个国家 no together了 yeah no family no family no family 哈哈哈 哈哈哈 啊 预算了 再让我们坚决啊 支持乌克兰啊 乌克兰自由玩碎 啊 那有什么功 哎 这是我最喜欢的 很喜欢的歌 嗯 那不复复都一样了 梦龙都没有你 有你跟我就已经足够 你总在我的心中 送出了财富 你先当爱 你心所埋 世界也变得大了起来 所有房都为你开 所有进步也为了你安排 我们是如此的不同 难得前世就被精神爱过 讲好了 做一辈子 在路中相逢 看起来 你正本首 啊 啊 不用说 公开 让我在 中回味 我的梦 从此没有 做才 小 这嗓子可以 不用说 公开 我本身都哪 我会连来和你那带不走的生涯 我们喝了这个酒 感觉口感不错 非常好 6月9号了凌晨三四点了 没睡觉 刚从歌厅回来 聊的都是真事 因为我提前我也说了 我得去看看歌厅的风土人情 就是人间烟火 北京的 刚说前的这个广告 这个酒是我现在强力推的 因为朋友们买了之后都说不错 我说了这是口粮酒 不是那么顶级的白酒 不是 但是呢它53度 纯凉酿造 酱香 朋友们喝挺不错 价格合适 我再说一遍 冬哥现在推的主要就是 这种年月 冬哥绝对不会他妈的推那种 哇擦那么多钱的 就是性价比高的 老百姓喝的不错的 还有鞋给爸妈妈 你就听我的就行 买几双都行 因为又便宜又好 爸妈妈一定说舒服 繁华 大家可以啊 扫码有什么说什么 好了 这个歌厅呢 还是在北京是很有名的歌厅 呃 已经存在了不少年了 最早的时候呢 是六七百 经过了这么多年 今天我一问是一千五 我真不知道啊 好久没来了 哈哈哈哈 爸 我是从来没来过这种地方 他们什么鬼就我哪知道 我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地方 杨哥 先开你那边存久得了 啊 哈哈哈哈哈哈 来了之后 我没想到 还有国外的姑娘 国外这姑娘呢 我在她允许的情况下拍脸 其他这些姑娘呢 都我没有问 我就直接不拍了 那么这国外的姑娘呢 放得开 就聊 她是拉脱维亚 她支持呢 是俄罗斯 我说我支持乌克兰 但是呢 她的中文又没那么好 所以我们就简单的沟通 但是看得出她也挺喜欢我的 嗯 完了之后 她说专门吧 就是为了和平 唱了那个 英文歌曲 那应该是阿尔兰的乐队的吧 就是 呃 是反战的一个歌曲 别管她支持俄罗斯啊 还是我支持乌克兰的 我们都是反对战争 这姑娘不错 完了之后 我感谢 完了之后 敬她一杯饮料 她喝酒 我喝雪碧 老老实实 我不能 什么呀 呃 我就问了问这些姑娘 现在她们是天天百分之 基本上百分之百满房 嗯 我是下了直播 十一点多过去的 那会儿呢 已经很满 我是三点了吧 两点多 两点多 快三年我才出来的 那会儿呢 确实走的差不多了 但是 来的时候基本都是免房 我问这儿的服务员呢 说 现在不仅是礼拜一啊 礼拜一二三四五都满房 周六日基本上都满房 周六日都满房 这儿原来那保安还说 哟 认识你啊 我对对对 完了之后 马上我还以为 这是打拳的 不是 说大哥 你原来是不是在这儿看球啊 我嗯 两届世界杯了 都在这儿我看过球你知道吗 至少一届吧 卡特尔没在这看啊 因为我就很久没去歌厅了 好了 卡特尔之前俄罗斯那世界杯什么的 我是应该是在那看的吧 还是巴西世界杯啊 应该是俄罗斯世界杯在那看的 真的 这次去呢 就是也是服务员一排 随便我点了一个 正好我刚从四川回来 哎 他有一个重庆的 哎 我说重庆的服务员姑娘你好啊 瞎聊了一下 他说他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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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哪来啊 我说嗯 我也在重庆 他说你腿受伤了 我说对 我说在南山那琵琶园摔的 嗯 就是我来这儿都流天 完了唱歌那是我弟 我弟他妈的爱唱爱玩的 这次也是他的 他他叫我过去 我一想正合适 我就过去 本来我答应我的一个好的一个哥们小伙子啊 我们说下礼拜去 完那时候应该是两千厂了吧 主要是什么呀 我觉得花钱太贵了 正好我弟这儿有局 我这等于蹭我弟的局 有什么说什么 跟亲地没区别啊 就就是算亲地了已经 有选关系的 看了看 你们都会问 东哥这个质量怎么样啊 我今天呢 说一下 就是现在的姑娘的质量呢 比三四年前的要稍微的差一点 要稍微的差一点 当然了 个头都是猛高啊 你看毕竟是一千五了嘛 北京这个歌厅这个普遍的一千五的左右的姑娘们 她们大概的个头都在一米七上下 都在一米七上下 有时候高点一米七八七七什么的 当然了也有好的 就是面容较好的 但是普遍我认为呢 比前几年呢稍微下降了 大概率呢 都是当网络主播了 后来我们才聊 但是这一进来 一般姑娘完了之后呢 扫一眼嘛 咱们工作嘛 毕竟扫一眼 好家伙 都是打高鼻梁 我的妈呀 我一看我这 我说你们有没有没做过鼻梁呢 就一个姑娘没做过 完了上都做过鼻梁 我的妈呀 就是这个整容呢 就是非常普遍 你要找一个不整容的姑娘的比例 在歌厅呢 是10比1.5不到2 就是不整容的比例 就是85%以上都是整容的 都整容 大部分整容 主要整的全是鼻子 哎呀 我现在可知道了 全是鼻子 鼻子太重要 他们说 我觉得太高了 太假了 我再说一遍啊 朋友们 我是经过对方同意我们聊天 照的都不照姑娘们的脸 只有那拉脱维亚那个姑娘 我经过他的同意 我照的 所以东哥做事还是那句话 大家放心 老老实实的 我主要没想到这拉脱维亚这姑娘最后 那个还为我唱了一个反战的歌曲 你知道吗 反战的歌曲 哎 这让我觉得 嗯 不错 挺好 大家还想问什么呢 评论区 评论区留言 大家问 给大家下嘚嘚几句 小广告 不好意思啊 等我大家时间 猫山王 顶级的榴莲 特色背包 各种款的眼镜 喝的 还有东哥品牌的衣服 请大家扫码 摇会越来越多 这现在 中国一部最火的就是 那个 他什么小姐 董小姐和胡先生吗 呃 很多人看了我刚才的直播啊 就说 东哥啊 你还 你还觉得这不是事 这是多大的事 这那的 别误会啊 我说 呵呵 正在普通人的角度啊 我觉得董小姐爱美挺好 炫富呢 如果人家是自己家里正规来的钱 人家就炫就炫了 我再说一遍 大家说 炫小龙 他就是炫富 他就是贪污腐败的钱 那个胡先生贪污腐败给他的钱 他拿出那么多钱 我先说一句啊 如果说那个纪委查出来了 这个胡先生是贪污腐败 那没毛病 那大家怎么声讨都行 我也声讨 如果要不是到现在为止 目前不是还没查呢吗 所以呢 咱们还那句话 一切都是从无 咱不能把人家完全选那么坏 所以呢 咱们就况且说 这个董小姐家里的自治好 人家自己挣了钱 人爸爸还是日本留学回来的多牛的人 我觉得人家家里有钱 那炫富 女孩炫富 我一直就说 没什么反对不反对的 向往自己的美丽的人生没毛病 当然了 如果是非法渠道得来的钱 那你举报去 查出来了 那你牛 咱们另话 胡先生 还是那句话 那胡先生不现在也没说人贪污腐败吗 对吧 如果说了 哎呦 我许晓东护掌 抓贪官没毛病 所以说现在所有的网络上都都都都会以他是贪官 他是贪的钱 拿的钱养小三 以这种目的 大家都在声讨他 对吧 但是我没有的原因是因为 他现在不是还没定性呢吗 这可能人家世家就有钱呢 姑娘家难道就有钱 那是第一 第二 咱也没有抓奸在床 对吧 那你就手拉手 就必须要证明是小三嘛 就是今天我在直播上这意思 我回来说呢 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 如果没有完全证据的情况下 有些时候大家也不用想的过于悲壮和悲愤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老北京人啊 一种想法 当然了很多我看国外的一些主播拿这个是说事啊 说的短的中石油啊 那钱我们都给中石油了 有说有道理吗 有道理 但是还是那句话 这个胡先生这个党委书记被查出来了 咱咱鼓掌 对吧 就干 他要不是呢 好了 不过下面这最后一句话其实是重要的 是今天这个视频最重要的话 就是 我大心眼里说 他贪不贪官 无所谓 我就敢替老百姓 底层老百姓 我就敢说 他贪多少钱 他们老百姓 无所谓 他泡多少牛 无所谓 前提是什么 人家吃肉 让老百姓能喝上汤 在几十年前或十几年前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 什么走私 多了去了 对吧 但起码沿海城市 这城那城市 老百姓有饭吃 有衣穿 有班上 孩子有未来 备玩出国呀 还干什么的 自己的老百姓做买卖呀 民企还是受到尊敬 现在呢 官都换了 那反腐嘛 对吧 但是反腐反的什么 很多所谓的领导 他没什么作为了 他不做了 有我做 我他妈就被查 我他妈的招商引字 我他妈就被你们说 我勾结什么资本这那的 得 真正有实力 有才干的领导 不干了 或者是干不了 不敢干了 一帮拥差过来干 我说底层同志啊 底层啊 底层的拥差来干 但老百姓经济发展不起来 你现在看看目前这广东 你再看看那些那延矮城市 太多的外资都撤了 那老百姓没失穿了 你他妈这个领导 你再清廉 你再是个大清官 你没有实力做经济 你没有本事让老百姓富起来 生活的美好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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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宁可选他妈贪官 大家能明白我现在这意思了吗 这是我心里话 我不代表任何人 臭他妈的 我也收回我代表底层 我就代表我自己 我就代表我自己 我就觉得 在目前经济发展这造型情况下 如果真是有贪官进来 能把经济搞上去 他贪了 但让底下老百姓 整个老百姓有工作 有厂商啊 有东西买什么的 他就是牛逼的 那就是好的 他他妈的天天换一个小三 三百六五天 三百六十五个 都没问题 你只让老百姓底下高兴 生活美满就行 不好意思啊 说大实话 大家仔细想想我说的话 我还那句话 我许晓东特别知足 我这些这么多粉丝 我知道有大部分的全是看人家秋实啊 看什么的 我真正 我就一炒打钱呢 没有那么多粉丝 大家都能 我也不敢多说什么 但是我还那句话 我这么多年了就说良心话 当然有可能说错话 但不会说假话 但我到现在我不后悔 我说的每一句话 这个呢 哥哥呢 是北京人 他做这个日本的移民公司 都是日本的投资移民 都是这种投资的 但是做的我认为比较好 我信任 因为有很多朋友 通过看这个已经成功了 所以呢 我推荐 如果大家要去日本 投资移民 就是要花钱的啊 大家可以考虑 第二个 这哥哥 这是我们太多年的好哥哥了 会员 专门做是欧美啊 北美啊 移民的 现在主要呢 还有圣基茨啊 圣卢西亚啊 这个瞬间拿护照的 都是我能信任的 我给推荐给大家 谢谢大家 还有以后不错的一些视频呢 我就继续发 东哥发视频 有我的特色 感谢能看我视频的 不看就别看 看了 你会以后喜欢 还是那句话啊 就是我这么久了 真他妈让我特别感动的兄弟 我忘了他是谁 真的我一直忘了 就是 但我永远记住这句话 东哥 操 你呀就剩最后十个粉丝 一定有我一个 操 当时我他妈心里太他妈激动了 操 活得过瘾 我活得爽 我修小冬 我这么多年爽了 我够了 我有这么多什么的兄弟们能认我 操 牛逼 兄弟们随时联系啊 完了 有私教的 大家可以找我来上课 我平时老老师上私教 我现在都开始正规恢复训练了 孩子班 周末 大家有孩子的 四岁到十岁 十一岁都可以带来 免费参观 体验 喜欢来 东哥是用心在教课 比移民万岁 有广告后的 这是东哥原创的品牌的衣服 开始上架了 一共呢 有七八款 有衣服 短袖 裤子 短裤 外套都有 各种颜色 各种形式的 感谢大家呢 订购 左脚 东哥的小店 谢谢大家 现在的几款啊 每一款只有限量一百件 再过一些时间 会有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款式 都会逐步的给大家发出来 主要还是 让大家因为东哥喜欢 而看这些不同形式的 好玩的衣服 谢谢大家支持 左侧 东哥的小店 请大家呀 扫码 关注 每一季都有不同的新的衣服上线 大小 有很多 我实穿的几乎都是大马 也有小马